猛眼停音投篮 一次投进超厉害 友善篮筐2024巡回推广活动 进入建德国小与正兵国小 设计以互动游戏 单手投篮比赛等多元互动的方式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 身杖弱势面对的挑战 透过这个活动知道说 彼此之间更有同理心 然后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房 去跟不同于自己的人 一起去合作 然后一起去从事活动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未来孩子们也可以多尊重 我们的弱势朋友 或者是照顾我们身边 需要被照顾的人 那就是真的很感谢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建德国小可以享受到 这样子好的一个宣导的课程 活动中也介绍独臂球员 Kevin Arteles 努力成为美国大学篮球联赛 第一位身杖球员的励志故事 就是觉得很感动 就是因为他只有一只手 然后他没有放弃 他就一直投篮 他没有放弃下篮球 不放弃的励志故事 展现勇敢追梦 也学习同理心 活动创意在台湾各篮球场中 每六个篮筐 设立一个友善篮筐 透过一个友善篮筐 一个标志的一个设计 让孩子们知道说 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孩子 他是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的 那当然这个 他就是一个起点 他可以扩及到生活的其他层面 推动公益平权的实际行动 期望能够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目标 使运动场成为真正平等 友善的公共空间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